观众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3月30号的台股最前线 在昨天晚上 美国股市四大指数 都是呈现了一个向上的上涨 我们可以看到 其中道琼工业指数是涨了338点 不过整体来讲的话 幅度最大的还是以科技股为主的 费城半导体涨2.21% 以及纳斯达克是涨了1.84%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 当然昨天台指期的一个夜盘 是再度呈现了一个上涨 大概146点来做一个收盘 当然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 大家可能第一时间会想说 老师昨天台北股市的夜盘 也是呈现大涨 结果最终的行情呈现开高之后震荡走低 那今天又遇到美国股市上涨 台北股市会不会又出现开高走低 事实上要告诉各位 原则上今天的一个行情 它会比昨天表现来的理想 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呢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 当时在开盘之前 我们告诉大家 这个行情很容易会出现开高走低的现象 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于说礼拜一的时候 当时因为出现了比较长的下影线 这样的一个长度 换句话说呢 这个地方不论是政府基金也好 或者是市场大户法人都无所谓 重点是有人把这个行情往上去做拉抬 对不对 好那遇到了这个第一天的美股上涨 通常会在开高的过程当中 去做手上个股的调整 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但是连续两天的一个上涨之后 市场的一个信心 它其实会有慢慢恢复这样的一个情形 而且昨天的美股上涨 它的原因比这个前一天还要更为明确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因为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的和谈 目前看起来虽然说应该没有那么快 但至少有往好的方向来做一个发展 所以相对而言 昨天的上涨会比 这个应该说这个 今天早上美国股市的上涨 会比前一天来的明确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今天台北股市开高 应该这样子讲 大概两种状况的机会是比较高 要么就是开的幅度不是来的这么大 然后呢 在这个所谓的相对高档去做震荡的整理 一路到了这个接近尾盘的时候 因为有周旋的结算 稍微会有比较大的波动 那往上往下 这个当然要看整体结算的一个方向 那另外的一个可能性就是 我直接大幅度的去做开高 然后一样先出现涨多的震荡回测 但应该不至于出现跟昨天一样 翻落到盘下这样的一个现象 就是涨幅的收敛之后 接下来再往那个高点去做拉高 去做高档的震荡 我觉得这两个可能性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 好因此今天大家关注的重点 今天的量能应该就会比 应该这样讲了 应该是会比昨天稍微再放大一点 但还是会是一个相对低量 但是因为是连续两天的强涨 所以今天的量能它的重点就不是来这么关键 不要呈现大幅度萎缩就好 那我们观察的重点就是 包括了这个所谓的空方的跳空缺口 因为这个是17633到17527的一个空方缺口 今天的开盘应该能够把它去做封闭 但比较关键的应该是封闭之后 能够维持在相对高的位置 这个会是一个比较好的现象 那事实上我们过去也跟大家谈过 因为这个是一个普通的缺口 所以我们一直告诉大家 有人告诉你讲缺口必补 有人告诉你说缺口会有三个 但实际上必补的是一般的缺口 那现阶段当然这个行情在经过了 这边的空方跟这里的多方之后 互相抵消 目前是没有突破中继 以及捷径的一个缺口的现象 那这就是一个普通的缺口 不过比较有趣的地方是在于 你看这个位置叫做 大家第一点叫17633对不对 这个颈线的位置它其实也叫17633 所以大家就稍微观察一下 今天的行情能不能够站稳17633 它会是一个比较相对强的讯号 去做一个发声 那无论如何 在廉价之前大概的行情 我想就维持在月季线当中 区间震荡整理 这个会是对于多方最好的架构 因为之前我们跟大家谈过了 就是说你如果就KT指标的角度来看 当然这个时候大家的解读 大家的解读都是高档转折向下 对于行情来讲是不利的 但夏老师教过大家 这个东西不单纯只是要看 转折向上 所谓的死亡交叉或者是黄金交叉 如果你照着死亡交叉黄金交叉做 你会输死 说真的 但是如果你去把这个行情把它高低点 你把那个公式了解之后 你把高低点融入在里面的话 过去这9天123456789 9天到这里对不对 但今天的关键是什么 今天开盘之后它会多一根K线 然后第9天会移到这里 所以代表什么东西 代表我的低点会从17172 一下子跳到17359 好这个在公式的计算上面 我减的那个值降低了 原则上这个对于指标来讲 应该这样子讲啦 就是说高点没有变 然后低点往上电的状况之下 合理来讲它其实会往下修没有错 但是因为这个低点跟这个低点 其实非常接近 所以它会变成什么样的情形 它会变成是一个跟涨跟跌 而不是一个助涨助跌的效果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现阶段的KD指标 它并不是一个 至少就这两三天的时间来看 它就变成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因为它是跟着行情在做波动的 所以今天开高的过程当中 它能够是有机会啦 呈现这种稍稍走平 甚至呈现翻扬的机会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看夏老师跟大家所谈的重点 对不对 那无论如何 这个东西其实就会 稍微比较淡化一点 那重点会在月均线的一个位置 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 然后下个礼拜三回来 三四五下去之后 月均线翻起来 它就会形成一个防守的力道 那会更有利于行情经过整理之后 向上去做表态 大概的一个结构 是这个部分就先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好因此回到这个个股的一个表现上面 当然今天开高是可以做预期的 不过在讲这个所谓相对 可能会有比较利多的个股之前 我们要先跟大家谈 那如果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有哪一些个股 反而是你要稍微留意一下 它的短线上面会不会出现震荡的一个走势 好那之所以这样谈的原因是因为 基本上昨天晚上美国股市下跌的那个族群 它算是非常标准 或者说是非常有族群性的 集中在农粮肥料 然后以及钢铁原物料 好所以我们就来看几档性 几档的代表性个股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家公司 好大家其实要稍微先 从这个图形当中 其实你可以看清楚一点 这家公司叫做ADM 好那这家公司是美国的四大农产品加工的公司之一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说这是不是一个空方的结构 不是嘛 因为他是创下新高之后连续两根AK的回档 但是就短线上面 他昨天跌了4.88% 好我再讲一次 ADM他代表的是什么 他代表的是美国 美国四大粮食加工厂之一 这个是昨天股价的一个表现 另外我们再来看一家公司 这个大家可能比较熟悉 叫做邦吉 好我们来看一下邦吉的股价走势 这是邦吉的股价走势 你说算不算弱势 某种程度上面也还好 他就是股价的涨幅 相对来讲没有来的这么大 那昨天下跌 他是跌了5.08% 好因此 这个也是美国四大食品厂之一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两家公司 应该说粮商 不算食品厂粮商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都是呈现了比较明显的回档 好那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个 这个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肥料 或者是这个农粮概念股 这个是CF工业 那昨天也是跌了5.08% 好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昨天的农粮或者是农产品 他大概都跌了5%上下 这样子的一个幅度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大概可以理解 就是说原则上 当然我们自己手上 其实也有化工概念股 或者是农粮概念股对不对 好但是我们早上看到什么样的讯号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真的啦 某种程度上面而言 这个代表的是说 有些东西你不能够等到盘后的节目之后 你才知道 而是你要在那个盘前 或者是盘中的时候 你要有及时的反应 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时候 今天的一个行情 不敢讲说会 一定会呈现比较大幅度的修正 但是整体来讲 要不要再去做追价 我觉得这个投资朋友 可能就要稍微去思考一下 因为有时候应该这样子讲 就是说因为国内现阶段 其实大户的能力也很强 基本上不放 他股价不一定会大跌 但是你要知道的是说 至少在昨天晚上 美国股市相关的一些个股 它是有呈现一些比较修正的时候 那你就要稍微留意一下 今天在整个追高的过程当中 要不要多听看听 或者是说你做的部位 可能就稍微把它缩小一点 我觉得对于投资票来讲 应该会是一个比较安全的策略 这个部分 第一个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那第二个重点呢 当然我们刚刚讲到钢铁骨下跌 钢铁骨第二段我再来谈 我们再来谈一个东西 这个是昨天召开法说会 然后谈到 应该这样子讲了 这两天事实上大家对于5G手机的销售 基本上是有疑惑的 怎么讲 昨天其实外资 事实上我昨天我在早盘的录影里面 当时我就有先跟大家提醒 因为昨天我看到的 大概有两三家外资机构 它针对联发科的平等去做调价 那时候我有讲 我说虽然说目标价都在现在价格以上 但是这是一个讯号 这是一个市场开始去下修 手机的展望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那昨天又加一加3105的一个文贸 但是来到这个位阶 其实我觉得开盘怎么开很重要 首先我们先来谈一下 应该这样子讲 今天的指标性个股 大家其实应该要先看的是文贸 为什么 因为联发科是昨天的讯息 昨天有反应了 昨天下午的法说会是反应在今天的盘面 所以3105的文贸 它会在今天的盘面去做反应 好那到目前为止 因为现在8点43分嘛 这个撮合是真的是假的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个概念是说 因为这一档个股 好如果说啦 假设它的股价在这里 我会跟你讲说要小心喔 因为这个时候下修的状况之下 它在一个相对高位阶 它股价比较容易会去反应这种风吹草动的利空 因为毕竟股价涨多了 但是来到这个位置之后 是不是代表 因为他昨天讲的是说 第一季的营收会衰退21%到23% 那这个是原本市场或者是原本他们的公司的财测 大概就是往这个方向去做发展 这个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有谈到就是毛利率 原本是讲34到36吧 那现在可能会稍稍有一点压力 但无论如何我要跟大家谈的概念是说 它的股价从这一波从最高点387块 跌到最低点271块 这个其实有在反映这件利空的一个讯息 对不对 好那反映这个利空的一个讯息 来到这个位置之后 要不要再往下灌 好这个是今天开盘很重要的一个讯号 就是基本上它如果开低 因为股价已经呈现大跌 开低之后我觉得要看成交量 那个成交量出在哪里 就是基本上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基本你可以稍微观察就是 第一个它是不是黑K吧 因为如果说它是一个出量 然后黑K又没有留下影线的话 代表市场针对这件事情 哇还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利空 然后股价继续砍 让它股价会继续往下去 做一个大跌这样的一个走势 但是如果说今天开低的过程里面 它是有留下影线 而且那个量是出在那个下影线 买上来的那个位置 那基本上股价短线 我觉得反而会有利空出境的机会 更不要讲 如果说以现阶段的一个 试错的一个角度来看 它甚至有直接往上开高的机会 所以这个是大家在判别 整个讯息的时候 因为你要知道 这个讯息是你看到 我看到所有人全市场的人都看到 那如果它能够开高 我想它代表的意义不一样 那如果开低的状况之下 股价已经先行大跌 有没有下影线 那个下影线拉起来 有没有出量 它会决定短线股价 会不会继续往下去做下跌 那说真的啦 因为过去这段时间里面 不是只有那个稳帽大跌 你看喔 8086的红杰科 147跌到93块半 然后2455的全新 149.5跌到108.5 投资票要听清楚 我不是在唱衰这个股票 我是要告诉大家 今天这样的一个讯息出来之后 你要看它的表现 也许会有利空出境的机会 这个是大家关注的重点 那2454.08科 当然这个其实就很简单啦 因为现阶段我们外扬产业的讯息 就是为什么会下修 最主要是因为5G的手机的终端库存 所以这个东西有时候 应该这样子讲 就是说其实短线上面 应该这样讲 就是终端库存过高这件事情 它绝对会影响到它的销售 简单来讲就是说 我现在出手机晶片给手机厂 对不对 OPPO也好 Vivo也好 我手机现在囤在仓库里面卖不出去 那我还需不需要叫那么多的手机 叫那么多的晶片 不需要嘛 对不对 好 但一样的概念 这股价也跌过了 所以昨天是修正的第一天 那外资大卖 这个没有问题 但整体来讲 因为它毕竟真的离 900块 真的是一个非常近的价格 所以来到这个位置之后 我会建议大家稍微看一下 那900没有破 或者是破了之后收上来 这个地方不要去做杀低的动作 因为短线上面有机会 一样就是股价先纠正之后 它会有先 不敢讲说一定是利空出尽 因为这个事情是事实 但是会不会有先破之后短线弹起来的机会 那空方格局应该这样子讲嘛 所以我们过去会跟大家讲说 你要处理你就早点处理 因为事实上这个价格应该是在破1055 这个所谓的颈线位置之后 它确认是一个头部的时候 你就应该要出嘛 不会摆到现在900多块 但无论如何啦 如果你摆到现在 原则上空方格局没有变 那弹起来你要找 找卖点去做调整 但如果没有破900你要等啦 你要稍微等一下 不要急着去做一个砍去的动作 这个方向就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那当然我想今天盘面的重点不只是这一些 还包括了稍后我们会跟大家稍微谈一下 包括了这个美国又要去抓那个洗太阳能产地这件事情 那对太阳能来讲会不会有激励 那以及个股期今天开盘过程当中 有哪一些个股在今天表现是特别强或特别弱的 我们先进广告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马上帮各位做解析 大股东主力作手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回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代金一定代出 精选持股持股其中 保证代金一定代出 成通投赴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本营领先动心市场 稳戒获利 无往不利 成通投赴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成通投赴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代金一定代出 精选持股 持股其中 保证 代金一定代出 成通投赴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戒获利 无往不利 成通投赴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外籍家庭看护工 受疫情影响 无法来台 家庭照顾 谁来分担呢 新聘外籍家庭看护工 因疫情未能如期入计 或原聘外籍家庭看护工 回母国休假 未能返台 只要被照顾者 经县市政府 照管专员评估 属长照需要等级 二级以上 就可申请使用 各项长照服务 如有需要 可播1966 长照专线申请 欢迎回到我们的一个节目 现场 那现阶段台子期开盘 我们先跟大家稍微谈一下 你要关注的重点是什么 昨天我刚刚是不是一开始讲说 应该说今天早上收的夜盘 是涨146对不对 目前开盘是148 好也就是说从夜盘收盘 一路到台北股市 现在8点45分期货开盘 中间发生的事情 它其实并没有影响到 今天整体台子期开盘的表现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大家记不记得 昨天开高之后是直接下去 因为就我们讲的 就是市场的心态会不一样 就是你涨一天我不相信 那个行情台北股市 每次都骗人对不对 但是连涨两天 大家就会觉得 好像没有那么差 我不要急得出 大家那个感觉 可以稍微去体会一下 好因此我们就拉回来 就是说从这样的一个位阶点来看 我们先来看一下各股市的表现 大概几个重点消息 先跟大家谈 第一个今天涨最多 请导播帮我们带近一点 涨最多的是13212的国桥 为什么 因为它昨天公布股息的政策 如果没记错 好像是配2块钱吧 所以殖利率表现还不差 这种殖利率的行情 我们是应该这样子讲 就是说它开盘的状况很重要 那如果真的开的太高就算了 因为整体来讲 应该这样子讲 就是说它的股价往上开高过程 因为它反映的是殖利率 它反映的不是那种基本面 它比较不容易有连续性的向上去做拉抬 那这个东西也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一个比较好的价位 或者说你不是要去做短线操作的话 你去追我觉得意义不大 或者是说你追了大概隔天开高 你可能要站在调节的方向 因为现在有可能是用简单讲 现在的手法大概是这样子 跟大家稍微简单讲一下 就是锁住 然后隔天跳弯开高就出 或者甚至 因为这个股价其实应该这样子讲 我之所以会讲说 应该说今天反应会这么大的原因是因为 你看昨天公布现金股利对不对 那现金股利公布不错 简单来说 因为市场总是会有人比你早知道 那有时候要看的重点是什么 要看的是说 我的股价到底有没有在昨天就已经先行做反应 因为很多是这样子就是 今天下午公布讯息 我不是指国桥 我是说市场的一个比较的现象 今天下午公布讯息 有人在快收盘的时候先买 然后隔天开高就把股票倒出来 这是一种操作的一个策略 但至少从他昨天股价的一个走势来看 好像没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那大家就稍微观察一下开盘 如果没有足够的空间的话 要么你打短一点 要么你就放掉 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是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重点 那另外因为刚刚谈到一个讯息 我先带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 对因为这个时候开始进入到 那个美股超级财报中 请导播上我们带近一点 带那个新闻标题就好 美光财报财测战 估Netflix价格续扬盘后涨近4% 好所以这告诉你什么 就是从今天开始 应该这样讲 其实跟台股比较有相关性的科技股市 在4月中旬之后 它会陆陆续续续做公告 然后每一天的公告 它就会有一个盘后的行情 就是我收盘了 然后有一个电子盘的行情 它股价表现怎么样 这个会直接牵动到台北股市 相关的个股上面 好所以你看到这样的讯息 基本上我大概想要几个重点 我先跟大家谈 一个是记忆体 所以整体来讲 我先讲 就产业的角度来看 就产业的角度来看 第二季原本预估可以涨 5%左右的一个幅度 那因为后来包括无二战争 包括种种的需求不如预期 现在第二季的价格可能涨 没有办法涨 可能是零或者甚至小幅度的下跌 这个是为什么之前大魔去下修 记忆体平等非常重要条件 好但因为现阶段 美光的盘后是涨的 所以合理来讲 今天这些个股它会出现反弹 好但是简单来说 我觉得大家要做的话 一样是做比较短的 就是你知道今天晚上美光的股价 大涨的至少涨4%的机会 是比较高的 现在涨4%不代表 最后收盘会涨4% 但是至少它先 怎么讲 开成绩给你看 总是比较容易预期 就是会有出现这样的现象 那基本上 如果说你是那种 这个南亚科华邦店 套得比较深的 你等反弹起来 反弹结束之后去找调节点 那如果像是记忆体的 对不起 像是这种所谓的IC设计的股票 比如说金豪科 比如说群联 它套牢的幅度相对来讲 就没有那么重 对不对 那这个其实会有利于 股价短时间之内 会有一个向上拉抬的一个机会 因此往往这个是我们 在今天的盘前 先帮大家去做 对于今天行情的一个杀盘推演 那但是整体来讲 我觉得还是要回归到 盘中的即时讯息 跟盘中盘面的一个即时的变化 那如果说投资朋友 你不知道怎么做操作的 或者是反正节目播出 你也可以验证 现在我说到一讲对不对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那个 对于行情的判断是 正确的你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做操作 我们都欢迎大家 可以透过广告当中的电话 跟我们的服务人员做一个联系 那以上就是今天 3月30号的台股最前线 谢明哲老师声明书 市场上有诈骗集团 盗用谢明哲老师的照片及简介 成立Liott群组 推荐非本人操作之股票 及收取不当之费用 谢明哲老师在此慎重声明 等Liott ID为 AtMoney27525868 Paraigon ID为 明哲888Y 无其他群组 请投资人切勿受骗上当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创意比赛竟在运通 成都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 逐利作手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迎命主轴 第三保证 待尽一定待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待尽一定待出 成都斗铺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成都斗铺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成都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 逐利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待尽一定待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 待尽一定待出 成都斗铺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成都斗铺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 大家好 我是内政部移民署 署长钟简坤 接种COVID-19疫苗 可以降低感染风险 保护自己 也保护他人 现在再谈